民主党全代会通过了2024新榜党纲 那么首次也纳入对台湾的六项保证 五国外交部也发出了感谢声明 党纲首次提到坚定承诺 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等等 再次明确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那外交部也表达诚之欢迎与感谢 而最近几年维持台海和平稳定 已经变成国际共事 台湾也将继续深化台美与全球的伙伴关系